来吧来吧,我们开始上课了,开始上课 他说了个什么被名字喷了 什么是哲学 他好笑 他不是钓鱼,他不是钓鱼 他是真的不知道 然后他每天都在看,然后他还是不知道 然后他还是坚持在看 我们昨天讲的是四种话语,对吧 四种话语是这个啊,我们随便看一下 你们要知道晚期 这个四种话语是 拉康晚期比较重要的东西啊 他比较重要的学术理论 然后特别是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可能先爸两种讲了吧 主人话语跟大学话语讲了,就是霸权式话语 我们先理解一下这个结构是什么 为什么说他很重要啊 这个也是拉康喷人用的 这个语言结构,拉康主要在喷谁呢 主要在喷就是大学 因为拉康在晚期 他被那个巴黎高斯给 就驱逐出去了,不允许在那边开那个 开班了,所以说 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是 鼓动他那些 信徒们,就拉卫兵们 拉孝子们 拉孝子们去那个 水晓办公室抗议啊 他说拉康晚期 很多蛇皮是那个 他那个唾骨学的东西 但是四种话语 而且四种话语不难 四种话语是不难 只要我们前面能理解 这个四种话语我们是很好理解的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这个结构是什么 而且 他前面你们就理解成一个东西就好了 我把这个东西说 也就是要半说 真理的半说 half saying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半说这个词让我想到什么 我之前看过一个日本的 出了一个好像是反正学日语的小手册 这什么也是类似什么日语三百这种小手册 但日本人做得很精致啊 然后 他里面有很多很那种很无厘头 就是非常荒谬的那些 插图和插画 因为 因为他那些插图跟插画 他其实就是 他就故意很荒谬 才能让你记住他嘛 他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一个大书 然后 就是叫半校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半校哦 就是半校 就是为了让你学里面那个日语 啊当时这个半校太魔忍了 我当时还记得那个插画 你们觉不觉得半校这个事情很诡异 所以一看到这个真理的半说 我就想起你一个半校了 这个半说就对 说得很好 就是时代界的半校 就这个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式子啊 这个式子看一下 看我们能不能懂 我们毕竟前面学那么久 真理是什么啊 你们觉得 不是问你们真理是什么 普遍性的真理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位置上这个真理是什么啊 这个代理是什么意思 代理是什么意思 那重新来 我举实际的例子吧 我觉得你们 对这些话语的 对这些事情理解还是不够 我举具体的例子 我重新来 嗯 前两天不是 有一个 你们不要打出他的名字啊 你们打出他的名字的话 因为我发现他这个人有点那个小心眼 我怕你们打出他的名字 他再去挂我 就是有一个 也是自取为哲学权的up主啊 咦 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 什么我是哲学权 什么我是左权 这种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啊 那名字也没说过什么 我是什么左人 我是哲学权 我是什么左权 什么之类的 什么圈这种东西 反正也是 反正就是自学哲学权的一个up主 然后呢 他就评判了一番哲学权 然后说 说他自己 说他自己做视频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尽可能把 就是不说酒学黑话 然后尽可能把所有的概念说清楚 所以说他说他做的就很短啊 因为就说清楚啊 追求这个传播的明晰性 另外一个up主呢 就是卫明子啊 另外up主就是 啥序都混到一块说 也没有给你们讲 想讲明白什么概念是什么 对吧 其实 知识非明子这种 这种做法 其实是拉康派的做法 因为在这个精神分析之前啊 其实讨论哲学确实是 确实是要 就是那个词的 那个词的能指跟意志 意志效果是非常具体的 非常确定的 对吧 非常具体非常确定 但是自从这个拉康 这个后几个嘴巴 或得理答 就把前面的东西 把前面的东西啪啪一顿 一顿反 然后呢 就大家又开始 就整个哲学研究方法 也分析是也反正改变了 就也不追求之前那个 就明晰性了 因为你要追求那个东西 你就完全去 应该研究数理逻辑啊 你就应该把 你所有的传播学的话 用那个位词表 用那个位词公式 跟写出来才行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 你要追求这个事情 那你就干这个事情了 而且 而且如果你想追求 传播的明晰性 那其实有另外一门学问 更加适合你来搞 它就叫做传播学 在拉康的表达中 插子和产品 不是用这个箭头来连接的 实量符号来连接 而是用横杠来分割的 而我们知道 横杠在拉康的代数式中 代表的是 阻隔 抵制 裂系 非关系 话语或音信 从代理的位置发出 经由他者接收 阐释和付诸行动 最终产生一个效果 该效果回馈到代理那里 形成一个产品 代理啊 代理向他者言说 对不对 他者接收了阐释和付诸行动 最后产生一个效果 然后是该效果回合 那里形成一个产品 他接收了你的话语之后 他自己会 他自己会把这个东西 重新理解一遍 然后他付诸行动会产生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对于代理来说的一个产品 它其实也是这样连一下的 对于代理来说 这个产品不是他在眼中的产品 是代理眼中的产品 所以它是这样连下来的 理解吧 是经过他者的一个中介 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也许会说 这不就是传播学所讲的话语 借由编码而产生的所谓意义吗 这有点像马克思那套吗 马克思是 马克思在生理召唤领域用的 其实也是变种法 精神分析用的也是变成法 剩余原乐 剩余原乐 其实就是剩余价值 还是斜杠的主体 其实就是剩余价值 趋力不就是剩余价值吗 趋力不就是capitalism吗 不就是资本无限 自我增值的那个冲动吗 不就是obstine resource吗 所以你说 如果说像马克思 就是说明你还是没有理解 他们的关系 它只不过是变成法 一个应用在这个 精神分析学 一个应用在政治经济学 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大家说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一样 虽然反反复复 叨不叨不的 都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也就会说 这不就是传播学 所讲的话语 基于编码 而产生的所谓意义吗 是的产品是一种意义 但是拉康 但在拉康那里 第一 这个意义不是主体所赋予的 也不是话语 或传说话语编码所内有的 而是在能指的差异性 裂系中生存出来的 第二 这个意义是一种抑制效果 一种因能指 结果发生了变异的效果 它产生于一个能指 对另一个能指 或其他是有能指的覆盖 而这个覆盖 必定会导致意义损耗 结果你送到代理那里的东西 只能是意义剩余 是代理或言说主体 所不知的一种不可能性 对于这种意义损耗 传播学并非毫不知情 噪音理论一定程度上 就是它的回应 就是传播功能中产生的意义损耗 如果你觉得 在上面的逻辑运转中 人没有看到什么新的东西 似乎一切都不过死 传播 传播学理论的老调重谈 那么接下来 一个角色的引入将会让拉康的话语理论 完全溢出传播学的模式 它让真理占据了这个位置 这个可以理解吧 agent agent 然后to other other产生的一个产品 对吧 根据这个能指的运动 产生的一个产品 但是这个代理 代理的是什么 代理的就是真理 对吧 这个真理刚才有人说是无意识吗 你说的是没错 无意识的话 就是这里就是S写杠 对吧 但是S写杠无意识 我们现在在这个公司 把function的IC跟S2 一个是主体的无意识 一个是知识的无意识 不理解 不理解因为你第一次来 我之前都讲了 讲了三十多堂课 你能理解就怪了 你有发不理解功夫 就前面补补路波 同样的 这里用史亮性来连接真理和代理 只是为了理解的方便 在拉康的表达之中 他们之间也是一道横钢 在这里 真理看起来是处在第四位置 实际处在第一位置的 是引发话里的第一推动因 因为从拉康的角度说 主体的演说的时候 实际是受到自己不为所知的真理 以及无意识和无意识欲望的驱动 是真理触发了主体的演说行为 并决定了言语的效果 并且代理与真理之间的横钢 也表明代理不可能满整的演说 自身的真理 言语根本不具有透明的意义 这是吴老师自己说的 其实 吴老师也犯了那个问题 他老想把话说明白 主体的演说行为中 总是分离为有意识的 陈述的主体 和无意识的演说的主体 就是柴明的主体 和被柴明的主体 真理的引入不仅使 发画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代理 而且使画一个逻辑 或流通顺序发生的逆转 对此 保罗维尔海格有很好的说明 人们总是期待一个 几乎逻辑的路线 应叫这一路线 代理把真理转成音信 直接传达给他人 结果产生一个产品 就在反馈运动中 让产品回到发送人来 可实际情并非如此 在拉风理论中 根本不存在 可完全诉诸言辞的真理 相反真理确切说是一种 无法诉诸言辞的东西 拉康称真理的这一特征 为真理的伴说 这实际上是 弗雷德的观念 真理的完全言语化 是不可能的 因为原初亚裔 是原始别像 确定的处在语言领域之外 同时还意味着 超越快感原则 其结果便是 无尽的重复强迫 就永无止息的 想要把非言语的东西 言语化 结果每个话语都成了一个开放的结构 在那里 开放性因为动音发挥的作用 由于结构的欠缺 话语处在不停的运转中 你蒙对了 你蒙的不对啊 四种话语啊 真理的位置 那是一个位置啊 那个位置在言语说的 不一定是无意识啊 你蒙对了 哎呦你蒙对了 这个真理的位置啊 它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位置吧 就这个 无意识言识的位置 有可能是这个 S斜杠啊 就是你们说无意识 有可能是SE 有可能是S2 有可能是A 有不确定是什么 言语说的代理人是SE 你说真理是言语之外的 这个真理 它这个语境下的真理 又不是 我们日常语境下的那个真理啊 又不是同一个东西 就不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真理 所以说 因为我确实没学过法语 我不知道它这里法语是什么 吴老师就能把它翻译成真理 我也不确定这个 因为除了吴老师这里 我也没有看过其他的文章 关于 你要干嘛 除了吴老师之外 我没有看过其他人的翻译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 能不能理解真理的半说 因为这个横杠不是象征着意义的抵制吗 比如说那个 当你们在这个 吊个老鼠 我才非常陪他玩 当你们在这个 进行无意识演说的时候 其实你做 你做的只是真理的半说嘛 因为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这里面一定要拧过来理解 但我觉得我怎么说 你们也理解不了这个事情 因为你们天然对变成法 这个逻辑还是不懂 真理的半说的意思 并不是说 它原本有个什么意思 你只能说一半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说了这个东西 但是你老觉得你没说明白 你老觉得有一半没说出来 能理解我这个意思 就是变成法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思路扭过来 不是说存在着一个真理 或者是一个什么 带 带 就是 你有一个 有一个能指 虽然你被说出来 但是你只能说一半 并不是 是你说出来东西之后 然后你觉得有东西 你没有说 没有说出来 不是意义的缺失 也不是表达不了 也不是 是你自己觉得你表达不了 你觉得说 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时候 只能说 以这种说 我觉得自己表达不了的方式去说 没有 没有这回事 热烈的恋人诉说不完的爱意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不是 也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这个 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如果把你这种辩证来理解 也是这样的 就是不是说 不是说爱意是 就是 比如说是 是一千 然后你只能说五百出来 你怎么说都能说五百 不是 是 你说了五百出来 但你觉得还有五百 你没说 其实并不存在那个五百 但是 但是你老觉得还有那五百 为了理解这四种言语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做 我们讨论爱的时候 我们在 我们在讲什么 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我先帮你们去看一下 没有鸟人 我记得有一点点片段 然后谁要给你们看原文 原文很短很短 但是 我们先看一眼 那个 可能全文就几千字 这个小说 叫做超现实主义 它就是充分 跟你让你们 读案上来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真理的半说 超现实主义流派 卡佛是一个 本来是个穷人 然后妻离子散 潦倒半生 反正患然火了 这个不只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对你们理解 今天的经分有帮助 你们以后出去装逼 这个也是那些什么 中产小青年的装逼必备 超现实主义卡佛 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当我们讨论爱情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什么 我的朋友梅尔 麦克吉尼斯 在不停地说着 梅尔麦克吉尼斯 是个心脏病医生 有时候这种师父 给他这样说话的权利 对吧 就觉得自己是个 professional 这个东西叫什么 梅尔 麦克吉尼斯 他说的话 就是大学话语 能理解吗 他就会说 啊 我说你呀 你一个加强运动 加强运动对身体好 这是科学 你如果不加强运动的话 你就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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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 香港你就会怎么办 你就会怎么样 就是要加强运动什么的 大学话语 我们四人围坐在 梅尔家的餐桌旁 喝杜送之酒 从水池 后面大船户 照着你的阳光 充满了厨房 四人里有 他们就是两对情侣嘛 四个人对吧 四人里有我 梅尔 梅尔的第二任妻子 Teresa 我们叫她 Terry 和我的妻子Laura 那时候我们住在Albuquerque 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餐桌上放着 放着冰桶 杜松子酒和奎宁水 就不停地传来传去 不知怎么的 我们就谈到了 爱情这个话题上来了 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 绝不次于精神上的爱 她说她离开 去上医学院时 在神学院里待了五年 她就回顾在神学院那些日子 仍然觉得 那是她疫情中 最重要的时光 Terry说 在梅尔之前和她 Terry就是 这个梅尔的老婆 在梅尔之前 和她住在一起的 那个男人非常爱她 爱得想杀死她 Terry说 有一天晚上 她揍我 拽着我的脚踝 在卧室里拖来拖去 嘴里不停地说 我爱你 我爱你 这个婊子 她不停地 把我在卧室里 拖来拖去 我的头不用磕着东西 Terry看着她 碰到这样的爱情 你们怎么办 她说的皮包骨 有一张漂亮的面孔 深黑色的眼睛 棕色的头发 一直拖到背上 她喜欢绿宝石 做了项链和常常下垂的耳环 我的天哪 别愤傻了 那不是爱 你知道这个 梅尔说 我不知道你该叫她什么 但你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把它叫做爱情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认为那就是爱情 Terry说 也许对你来说很疯狂 但她 但她同样是 但她同样是真实的 任何人不一样 梅尔不错 有时她是有些疯狂的举动 我常认 不过她爱 我会去用她自己的方式 她的确 但里面有爱情 梅尔别说没有 梅尔虚了口气 端起酒杯 转向我和Laura 那个人威胁要杀死我 梅尔说 她喝干杯中的酒 伸手去拿酒瓶 Terry很浪漫 Terry是那种 踢我我才知道 你爱我的类型的人 Terry亲爱的别那样 梅尔 梅尔把手伸到桌子对面 用手摸了摸Terry的脸颊 她 她冲她咧嘴笑了笑 她现在想和解了 Terry说 和什么解 梅尔说 有什么好和解的 我清楚 我知道什么 就这些 我们怎么说到 这个话题上来的呢 Terry说 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梅尔满脑子都是爱情 她说 是吧亲爱的 她笑了笑 我想这个话题 应该结束了 我只是不想把 爱的的 所谓所谓叫做爱情 没别的意思 亲爱的 梅尔说 你们怎么看 梅尔转向我和Laura 你们觉得那是爱情吗 你问错人了 我说 我连那个人都不认识 只是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我怎么会知道 你得知道具体的情况 我想 那我想你的意思是说 爱情是一种绝对 就这个主角 开始理中刻了 对吧 开始理中刻了 梅尔说 我说这种爱情是 你不会想要去杀人 Laura说 我对爱的一无所知 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不过 谁又能够评判他人呢 就开键盘侠了 就是那个 圣母表 那个味出来了 就是假装是那个 指责别人 指责别人的道德 捍卫者 键盘侠来了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真理啊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真理啊 他们这个对话的结构到目前为止 跟微博上 还有跟那个 就QQ群 跟QQ群中那些 小朋友在聊自己的什么那些 什么爱情故事 好像 结构全部都是一样的 对吧 我碰了碰 Laura的手 她送我快速地笑了 然后抓起她的手 它很温暖 指甲光洁 修剪得十分整齐 我用手指 转住她的手 把她搂在怀里 我离开她 时她喝了老鼠药 Terry说 她双手紧抱双臂 不止跟我们的QQ群 对话差不多 跟所有的群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人说话的模式 制成了四种 这四种话语 就是大部分人的 四种说话模式 这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情境 然后每个人会采取 不同的模式去讲话 他们把她送到了 盛达菲的医院 但是我们住在那里 大约有十里远 他们 他们就有她的命 但她的牙齦因此变了形 我就说 他们从牙齿上脱开了 牙齿像狗一样立着 我的天哪 Terry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 松开双臂 端起酒杯 人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老马说 卫师说过 不拉不拉不拉 这个也是大学话语 也是大学话语 就是把卫师搬出来 当成是一种 就是客观中立权威的东西嘛 那时候我们住在那里 大约有十里远 他们救了 他们救了她的命 但她的牙齦因此变了形 我是说他们从牙齿上脱开了 牙齿像狗一样立着 我的天哪 就看过了 人真是什么时候做得出来 老马说 他现在消停了 Merry说 他死了 Merry把一小叠酸橙递给我 我拿了一块 把只指进酒里 用手指搅了搅拼一块 后来更糟了 Terry说 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 这就是你们说 那个鸟人那个电影 Burnman里面有开枪 那个场景是吧 对 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 就连这件事也搞砸了 可怜的爱爱的 Terry摇了摇头 什么可怜的爱的 Merry说 他非常危险 Merry45岁 身材瘦长 满头松软的卷发 脸和胳膊都因打网球 晒成了中黑色 就中产阶级的生活吧 没合罪的时候 他的每个动作和手势 都很精确 非常的谨慎 就是中产阶级的医生 就是那种 对 就是理工科知识分子啊 可他确实是挨我的 Merry 你得同意这个 Terry说 这是我对你的唯一请求 他爱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样 这不是我要说 但他爱我 你能同意这一点 是吧 这个Terry一直在刀逼刀 Terry说的是哪一种话语呢 就是这个Merry的妻子 一直说他前男友爱他 他是个什么样的话语呢 对 就hysteric 因为他不停地问 你能不能同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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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想说 我这样说 你觉得说的对吗 你能同意我吗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就是他自己是没有 他自己是没有什么 他对这个事情的见解 他只是想根据你对他的回应 才重新去建构他整个的 就是discourse 在建构他整个的话语 因为他就是要成为你的 小课题 对吧 你说他搞砸了什么 你说他也搞砸了什么意思 我说 雷波林来了 雷波林 你的床线 你的床线结束了 你今天有人听吗 我进去时候 你竟然叠了这么多buff 什么床线 软色情 精分 猫 也没有用啊 也没有人听啊 你还是四千五千的热度啊 也没有人听啊 有人给你上建枣吗 有人给你上总督吗 今晚你会说本周最高的 十块钱吗 就是可见叠buff还是有用的是吗 雷波林今天热度四万就不太可能 三个建枣我不是很相信 我不太相信 好今天是星期一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先 我们现在就会很重要 先不要打架 把这块绞丸啊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把这一段 这片绞丸 这片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理解这个Terry Terry是一个 historical的话语对吧 你说他可以搞砸了什么意思 我说 Lora端着杯子 身子往前倾 把双手 搁在桌上 双手握住酒杯 他嫖脸Mayor 又嫖脸Terry 但纯着脸上 在那迷惑的神情 等着答案 好像很奇怪 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在你朋友身上呢 Lora就是这个主角的妻子 对吧 他自杀时 怎么搞砸的 我说 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 Mayor说 他用他买的 点R手枪 威胁 我和Terry 哦 不是开玩笑 这家伙老是威胁 我们竟然让你们看看 那些日子 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像逃犯一样 我自己甚至买了 买了一支枪 你能相信吗 像我这样的人 但我真的买了 用来自卫 就放在车子 衣表板旁的匣子里 有时就必须在半夜 离开公寓去医院 知道吗 我和Terry 那时还没结婚 房子孩子 狗说了一切 都归了我前妻 我和Terry 就在新建制所公寓里 有时像我说的那样 我会在半夜 接到出诊电话 必须在凌晨 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 停自场里一片漆黑 我还没走进车子 就吓出一身冷汗来 不知什么时候 他就会从灌木 从里窜出来 或者是从汽车后面 给我一敲 我就说 这个人疯了 他完全有能力 安装一个炸弹子 这些东西 他每日每夜的 打我的服务专线 就要和医生谈谈 我一回电话 他就说 你这个婊子样的 你没几点活头了 出此类的事情 我对你们讲 真是太恐怖了 哦 我还是被他感到难过 Terry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 Lava说 可是他开枪 自杀后到底怎么样了 Lava是个法律秘书 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 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好上 他今年35岁 比我小三岁 除了彼此相爱之外 我们互相欣赏 宾宾宾在一起待着 他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 Lava说 Mary说 她在屋里朝自己嘴里 开了一枪 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 看到发生的事情 叫救护车 Terry送来的时候 恰好在医院里 他还活着 但已经不可救药了 他活了三天 头肿得比正常的人大了一倍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 我希望这位 再也不要见到了 Terry知道我想去陪他 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架 我认为他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 我认为他根本就不该去见他 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 Lava问 他死时又在他房间里陪着他 Terry说 他再也没能醒过来 但我一直陪着他 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 Mary说 如果你把那叫做爱情 那有请便吧 那是爱情 Terry说 当然在大多数人 那可能不太正常 可是他愿意为他而死 他确实为他 他确实为他死了 我他妈说怎么 也不会称他为爱情 Mary说 我是说 没有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死 我见过许多人自下 我可以说 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 到底为什么而死 Mary把手放在脖子后面 以为三后倾斜着 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 她说 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 他就归你了 Terry说 我们那是很害怕 Mary甚至列了一份遗嘱 并写信 给他在加州 做过特种兵的弟弟 告诉他 告诉他一旦发生不错 好去找谁 Terry喝了杯子里的酒 Mary是对的 我们过去上逃犯 也曾提心吊胆 特别是Mary 是不是啊 亲爱的 我甚至报过警警察 无能为力 他们就必须等待 他真的赶紧的 那不是笑话吗 Terry说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很无聊 超无聊 但这个就是 他文本想产生的效果 为什么让你觉得无聊呢 他是把你身上那个斑点 把那个spot 把那个污渍去掉了 然后完全 就是 他这个写的文本想 哪个什么叫 就是你把自己的 跟朋友说的话 录下来 你把自己跟朋友 说的话录下来 然后再全去写出来 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自己 你自己就看你说的话 就想说 哎 我当时这个话 听起来原来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 我当时其实心里 有很多那个 我心里有很多的那个 对 东西 但是为什么听起来 是这样子 是的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写法 因为现实主义 其实就是 有主体性的建议 就是超现实主义 就是抽离了这个 低人称的视角 就以一个完全中立 完全所谓的中立 跟客观的视角 来写这个东西 他把最后一滴酒 倒进杯子里 晃了晃杯子 那样起身到橱櫃旁 从里面又拿了一瓶 哎 嗯 Nick和我 知道什么是爱情 老二说 我是说对我俩而言 从膝盖碰了碰我的膝盖 你该说点什么了 老二说 把笑脸转向我 作为回答 我拿起了 老二说举到嘴边 很快能吻了一下 他都被逗笑了 我们很幸运 我说 你们两个家伙 他就说 快别那样 真让我恶心 你们还在蜜月期 看着老天的份儿上 你们还狂热着呢 真是的 等着瞧吧 你俩在一起多久了多久了 一年一年多 有一年半了 Laura笑着打到 脸上翻起红韵 哦 那么 Terry说 等着瞧吧 他端起酒杯 一动不用的看着Laura 我只是开个玩笑 Terry说 梅尔打开杜松之酒 而且桌子给大家倒酒 嘿 伙子们 他说怎么干一杯 我建议大家干一杯 为爱情干杯 梅尔说 我们碰了碰杯 To love 我们说 哎哟 后院里 后院里 一只狗叫了起来 窗前那颗白羊树的叶子 轻声拍摆的窗玻璃 进行下午的太阳 好像进到屋里来了 光线也充沛舒适 我们有了如临仙境的感觉 我们再次举起酒杯 冲彼此咧嘴笑的 上市一群商量 好要去干一件 不让干的事情的孩子 我来告诉你们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梅尔说 教你们做人了 就是 QQ群讨讨论到这个时候 就总有人开始要 树立权位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今天看了一眼 可不可以选什么 牙牙的权威评论 牙牙中肯 牙牙的权威评论 我来告诉你们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雷波林 今天晚上是真正的精神分析 梅尔说 我是说 我会给你们举一个 很好的例子 然后你儿子们 可以自己做结论 她往杯子里 倒了些杜松子酒 加了快冰 喝一片酸橙 我们一边 加了酒 一边等着她 老板会有碰了碰膝盖 我把一只手 放在她温暖大腿上 再也没挪开 我们当中有谁 真正懂得爱情吗 梅尔说 在我看来 我们只不过是 爱情的新手 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 这没错 我不怀疑这点 我爱Terry Terry爱我 你们俩也彼此相爱 你们知道 我现在所说这种爱 是什么 肉体上的爱 你们读到现在 懂不懂什么 是真理的伴说了 他们在这 刀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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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以及他们说这些话 到底表达出了什么东西吗 这是第一步 真理的伴说 就是从真理到 代理者这一块你就已经半说了 然后呢 从代理者到他者 就是跟你的对象 你对象还要再重新编码 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他这个只是 一个言语 还没有是被 还没有体现被编码的产品 从他的回复 从他的回态 就总之就是 这就是拉康所说的 就是没有交流 只有成功的误认 只有成功的误认 我爱Terry Terry爱我 你看看这个人说 卡弗这样读 还有几八意思 这个人他就是 也是无意识主体的言说 就是他只是想炫耀一下 他读过卡弗 就是他 他很会读卡弗 卡弗有个唯一的 就学术权力的解读方式 就是他的 我们这个解读方式是错的 这就是 就是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想说什么 他只是有一个装逼的欲望 就真理驱使着他在伴说 你们俩也彼此相爱 你们知道 我现在所说的爱 是什么 肉体是什么爱 他那个把你取向 某个特别的人的冲动 还有对另一个人的本质的爱 爱他或他精神上的东西 肉鱼之爱 和什么什么 好吧 就叫他情感之爱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每天关心着另外那个人 但有的时候 我很难 我很难接受 我爱过我第一任期的这个事实 但我爱过 我知道我爱过 所以我想这点 就这点 耳论 我很像Terry 像Terry和Ed 他想一会接着说到 曾经有段时间 那段时间 我觉得 我爱我的前妻 胜过爱我的生命 但是 但现在我从心里恨透了他 我真的是这样 你们对此 做何解释呢 那个爱情怎么了 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这是 这是我想知道的 对 就是雷波琳的那个 自言自语 你知道吧 自言自语 真理的半说 好吧 我们又说起爱的 他那么爱Terry 只有想杀死他 最后他把自己给杀死了 美人只说话头 拖了一大口就 你们俩在一起待了十八个人 彼此心爱 从你们一举一动 你看得出来 你们应该而发光 但是你们的相对之前 也曾爱过别人 你们也曾解过婚 像我们一样 现在之前 你们还可能爱过其他的人 Terry跟我在一块五年了 结婚也四年了 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是 不过 也是件好事 不幸中的万幸 你可以这样说 就是如果我们中 谁出了什么事 请原谅我这么说 但假如明天 我们俩谁出了事 我想另一个 另一个人伤心一会儿 对伤心一会儿 你们找得很快 活着一通 就跑出去 再次恋爱 用不了多久 就会另有新欢 虽有这些 我们谈论的爱情 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 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 这个 这个 美尔是个 科学史在论嘛 科学史在论嘛 科学史在论 对爱情持有这种 悲观的态度 对吧 她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爱情 没有一个爱情的普遍性 对吧 就是你总会爱上 另外 其实其他 其他一个人 所以这个东西 就没有一个爱情的普遍性 我错了吗 我说的太离谱了吗 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 我希望你们立刻给我指出来 我想知道 我的意思是 我什么也不清楚 我现在也快先承认这一点 美尔 跟着老天的份上 Terry说 她先握住她的手腕 你快醉了吧 亲爱的 已经醉了 亲爱的 我只是说的话而已 美尔说 行了吧 我不必非得 和这些人说出我的想法 我就说 我们大家只是随便聊聊 对不对 美尔说 她把眼睛定在她身上 宝贝 我不是在批评你 Terry说 她端起了她的杯子 我今天不止巴 美尔说 让我提醒你一下 我不止巴 她说 美尔我们都爱你 Lora说 就是因为大家感觉到 这个美尔创伤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美尔她说什么 就是有一件抖音上 不是有一个什么 短视频很火吗 就是一个女生 什么什么喝 什么什么去他妈的爱情 你知道吧 就美尔现在就这个状态 就喝多了 然后等人哭 去他妈的爱情 类似这种意思 美尔看着Lora 像是认不出来她的 是的 像她不是从前的 从前的她的 也爱你 Lora 美尔说 还有你Nik 也爱你 你们知道吗 美尔说 你们俩是我们的好朋友 美尔说 她端起她的杯子 美尔说 我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就说 我想证明一点 注意了这件事 发生在几个月前 现在还没结束 才会让我们感到羞愧 我们在谈论爱情时 说起来就像是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行了 Terry说 没喝醉的话 就别说醉话 闭上你的嘴 哪怕就这一次 这个都很简单 对吧 这是主人话语吗 对吧 这个很简单 闭上你的嘴 哪怕就这一次 美尔安静地说道 你能不能形成 好把嘴闭上一分钟 我要说的故事是 有队老夫妇 就告诉工作上 遭了车祸 一个年轻人撞了他们 他们给撞了稀烂 没人能觉得他们能挺过来 Terry看了看我 又回头看了看美尔 看上去有些担忧 也许用这个词来形容 太重了一点 美尔把酒瓶盐桌子 传了一圈 那第一晚上 这个晚上我只班 美尔说 那是5月或6月的一天 和Terry刚坐下来 准备吃饭 准备吃晚饭 医院来的电话 告诉工作人员 发现自己车祸 喝醉了酒的孩子 十来岁的小年轻 开着他爸爸的小货车 一都加进了 这老两口开在野营车上 这对夫妇七十来岁 这孩子大约十八九岁 没到医院就死了 方向盘穿透了他的胸骨 这位老夫妇还活着 你们知道 我是说 也就剩一口气了 他们遍体鳞伤 多处骨折 内伤 大吐血 搓伤 撕裂伤 全了 而且他们每个人 都得了脑震荡 他们的状况很糟糕 相信我说的 当然他来的年纪 对他们来说 更是双重的打击 要是那女的 比那男的还要早 除了以上说的外 他的脾脏也破碎了 双膝的膝盖骨骨折 而且他们寄了安全带 天晓了 这才暂时保住了他们的命 伙计们 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广告 Terry说 这是发言人的梅尔 麦克吉尼斯博士的发言 应该是医生 Terry大小 梅尔他说 有时你这是太那个了 但我爱你宝贝 他说 亲爱的我爱你 梅尔说 他隔着桌子探神向前 Terry凝着 他们接了个吻 Terry是对的 梅尔最后说 自身安全带 因为正传 他们还算有点人形 这俩老的 我感到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 像我说的 他就在抢走的一张单架上躺着 我看了眼睛的老夫妇 告诉吉尤斯的护士 马上给我找一位神经科专家 一个整心外科医生 和两个外科医生来 他端起背着喝了一口 我会听到长话短说 他说我们把这两个人抬正的手术室 美命的几乎干了一整夜 这俩人 他们的生命 简直不可思议 你偶尔会碰上这样的人 我们尽力一切努力 挺快量食 我们给了他们50%的机会 比他的机会 也许还小一点 就这样 他们在第二天早上还活着 于是我们把他们 转到特护病房 在那里的两个星期 他们一直顽强支撑着 各方面都越变越好 我们就把他们 转回到自己的病房 梅尔停了下来 现在他说 咱们干掉这份年假 然后去吃饭 好不好 我和Terry知道一个新去处 我们就去那儿 到那个新地方去 不过得先把这瓶 连接的烂酒喝完再说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个缝合嘛 但是缝合了什么 我就没有空讲了 因为太晚了 你们自己去思考 我赶紧把这个堵完 Terry说 实际上我们还 每在那儿吃过饭 不过他看起来 不过他看起来还不错 从外面看 我喜欢食物 我没人说 你们知道吗 如果我这辈子可以 重来的话 我想当一名厨师 知道吧 是吧Terry 他笑了起来 夹了快瓶 放进杯里 Terry知道 他说 他可以告诉你们 不过让我对你们 不过让我对你们说这个 如果我可以转 转世投胎 在不同的年代 你们知道吗 我想投胎成一名骑士 因为趁着人可以讲 你会感到很安全 在前面 回到他们之前 做一名骑士 是很不错的 梅尔想 骑着马拿着跟长毛 Terry说 早点戴着一个女人的头巾 老二说 或一个女人 梅尔说 真不害臊 老二说 Terry说 假如你转世成一个浓奴 那你浓奴的日子可不好过 浓奴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过 梅尔说 但我猜就连骑士 也是别人的仆人 难道不是这样 另一方面讲 每个人都是别人的仆人 不是那样吗 Terry 我喜欢武士 除了女士外 还因为那一身盔甲 要知道 他们不会轻松的伤 还那会没有汽车 知道吧 不会有后队年轻人 撞你的屁股 这个基本就是自由联想了 仆人 Terry说 什么 梅尔说 仆人 Terry 他们叫仆人 不是仆人 仆人 仆人 梅尔说 有他妈的什么区别 反正你知道我的意思 行了吧 梅尔说 我没文化 我知道我的那点玩意 我是心脏外科医生 没错 但我只是个修理工 我在里面乱整一气 把工期裹刀好 他妈的 梅尔说 梅尔也这么谦虚过 Terry说 他只不过 是个谦虚的 江湖老中 我说 不过梅尔 他们有时候 闷死在盔甲里 如果 不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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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拉尔的脸色 还是红红的 他的眼睛发光 他的杯子伸到嘴边 梅尔给自己 倒了杯酒 他仔细地看着标签 现在总本产生数字 巴拉巴拉 因为老夫妇怎么样了 拉尔说 故事还没讲完 拉尔点不着 颜色火差 还是熄掉 屋里的光线 和刚才不一样 变越来越暗淡 但窗外的 树叶 还在小小发亮 我凝视着他们的 窗子玻璃 和贴着 伏米卡贴面的 桌台子 上流下的图案 当然他们先前 流下的不一样了 那对老夫妇怎么样了 我说 更老得更聪明了 Terry说 梅尔瞪了他一眼 Terry说 继续你的故事宝贝 我只是开个晚上 后来怎么样了 Terry有的时候 梅尔说 梅尔别这样 Terry说 别这么严肃 你连个笑话都受不了 哪是好笑 梅尔说 他为了杯子 目不转睁 看着她的气质 后来那拉尔说 梅尔把梅尔定在 拉尔身上 他说 拉尔假如我没有Terry 假如我不是这么爱她 假如你可不是 我的好朋友 我爱上你的 我会把你越走 亲爱的 他说 讲你的故事 Terry说 让我们去到 那个新地方 可以吗 可以 梅尔说 说到哪了 他说 定着这个看着 就开始了 我每天都顺便 过去看看他们俩 有时一天两次 如果恰好 我在那儿有别的事情 快把了 快把了 石膏和绷带 从头到脚 两个都这样 你们知道 现在电影里 看到的那样 他们就是那副样子 跟电影里 一模一样 然后 然后 然后最后 这个男人心碎 他不能转动 他该随便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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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看看大家 想要说什么 又摇了摇头 我是说 看不见 那个狗日的女人 就剪掉了 那老狗屁的命 我们都看着没有 你明白我说了吗 他说 也许这个时候 我们都有点醉了 我还能把 注意集中起来 然后光从房间里消退 从他进来 那个床子 退了出去 尽管这样 仍然没有人 站起身来 去打开头顶的灯 听着 美人说 我们让我们喝完 这狗日的杜松之酒 甚至刚购买人一杯 然后我们去吃饭 我们去那个新地方 喝点沮丧 Terry说 美人 你为什么不吃偏药 美人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吃过了 觉得我需要 药片的时候 我说 有些人生来 需要他们 Terry说 她用她的手指 来刮桌子上的东西 稍微停了下来 我觉得我想 给我的孩子打个电话 美人说 你们都不介意吧 我去给我的孩子 打电话 她说 Terry说 要是Marjorie接电话 怎么办 你俩听说过 我们说Marjorie的事吧 亲爱的 你知道你不愿意 跟Marjorie说话 它只会是你更加难受 我不想和Marjorie说话 美人说 但我想和我的孩子说话 马上结束了 马上结束 美人没有一天 不劳的日识 聊这个Marjorie 她前期的事情 要给孩子打电话 她就叫 爸爸爸爸爸爸 就没了 Marjorie说 Terry现在干嘛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 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 我能听见 我们坐在那发出的噪音 直到房间全都黑了下来 也没有人动一下 结束了 你们会想说 天哪 这也能出名吗 这样也是 这样也是小说吗 这个其实就是 你们跟朋友聊天一下 我的聊天记录 对不对 就在我 就在我无所事事的时候 这个就是 基本也是 我跟我朋友聊天一下 我的聊天记录 我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现在理解这个标题了 What do we talk about Let me talk about love 当我们讨论爱情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什么 确实的我们在讨论什么东西 不意识流 这个不是意识 意识流是描写 第一人生体验的意识 这个不是意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真实的对话呀 我刚才就跟你们说 卡佛这个很能装逼 对不对 刚才两个人进来 哦卡佛 打个问号 就装个逼 就好像自己读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读过这个东西很高级 然后指点江山了 你们这样读有什么意思 当然我也理解 就是这不是他这个代理者 他只是个代理者 是他有个真理的告诉他 去装逼 然后他说了这个话 你们这样读有什么意思 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们就重新回来看这个公式 重新看这个公式 现在可以理解 什么是真理的半说了吧 也理解什么是 就是产品代理 但这个中间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就是产品跟真理 从来没有什么关系 传播学所要追求的 就是说 让这个链条流通起来 传播学就是 让这个链条流通起来 但是拉克跟你说 流通起来是不可能的 人个人之间就有成功的误认 好吧 然后具体的 我们就过几天再讲 其实刚才那段话里面 能看出来那些结构吗 就我刚才说的 有主人话语 对不对 你快闭嘴吧 什么的 就是直接是 主体在发命令嘛 SE这个主体 在向这个 像这个S2发命令 对不对 然后又大学话语 就是让我来告诉你们 什么是爱情吧 然后开始一大堆 什么科学概念 对吧 然后西斯基里的话语 哦亲爱的 你说对吧 哦亲爱的 你说对吧 在这里面最缺乏 就是分析家的话语 分析家话语是什么 就你扮演个课题小A嘛 对吧 你扮演个课题小A 你要问他 你想要什么 你要问他 你想要什么 你不要说什么 哦亲爱的 这样对吧 你不是要去询问 说你想我怎么样 而是你要问他 你想要什么 这四个话语 结构我们明天再讲 特别是这个大学话语 明天我们会着重讲一下 今天确实来不及了 今天就给你们扯先片 扯太久了 以后我们一定要 严格规定时间 扯先片不能扯 超过九点半 老单我讲课时间 今天哪有啥都没有讲 今天还是讲了很多东西的 想要看吗 其实你会对他们 对他们的 对他们的